你是不是也想换一个频道名称 让自己的频道形象更加有个性 更加信任 其实现在YouTube上面去更改你频道名称 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而且无论说你是个人频道还是品牌频道 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这期影片我就会手把手的找你 逻辑更改你频道名称 这影片最后也会告诉你一些 在你更改名称之后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所以一定要记得看到影片最后 House Grayson 这频道只要犯关于吃频道运营 流量变线以及网络穿业内容 我每周不想三部影片需要借着对用频道 如果是新手创造者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 逻辑正确进行频道 来到你YouTube首页上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头像 然后选择查看频道 这边你可以选择自定频道 在个人资料里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名称 在这边你就可以去更改你的名称了 很多人到了这一步就会卡住 他们会想我应该取什么样的频道名字呢 这里就给你三个简单又有效的 频道秘密建议 首先第一个就是 让观众一眼就能够知道 你频道是做什么内容的 比如说你频道主要是做旅游类影片的 你的名字就可以是小明旅游日记 如果说是美食频道 就可以是小美吃遍全世界 你频道的名称不需要太抽象 要让观众直接就能够明白你频道主题 第二呢就是简单有记忆点 你频道名称最好是能够在三到六个字左右 如果说你频道名称太长的话 观众是很难记住的 你可以用押韵组合字 或者说一些有趣的小词 来让观众增加记忆点 比如说胖虎探险队 就会比胖虎带你一起去世界各地探险旅游blog好记太多 第三个建议就是 你需要去避免和其他频道的名称太像 在你取频道名称之前 你先去YouTube上面去搜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很多其他的频道用的是类似的名字 这样的频道就会更容易的被观众发现 也不容易被观众混淆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名称 我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是Grayson的日常 那这边大家要注意 你对你的YouTube频道更改名称 只会套用到YouTube上面 不会影响到其他的Google服务上面 而且你要注意 14天里面你是能够去更改两次频道名称的 虽然你频道的名称是可以一直改变的 但如果说你频道对观众的印象已经建立了 你频道的品牌感已经生成了 最好不要去经常的去更换你频道的名称 所以在你选择名字的时候 一开始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 这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在你更改完你频道名称之后 可能会有的观众感觉到很陌生 所以你就可以去发布一则YouTube的社群贴文 或者说在你近期的影片开头去跟大家说一下你改名了 这样观众就会知道 只是这个频道它的名称改变了 但是内容创造者还是之前那个人 在你修改完频道名称之后 你也可以去对应的去修改一下你的账号代码 这样你频道的网址也会随之更新 看起来就是更加同意的 当我看到右边有一个绿色的打勾键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账号代码是我能够使用的 你可以看到底下我这个网址也是随之改变的 这个账号代码你是可以在14天里面去改回原来的账号代码的 而且你在14天里面也是能够去更改两次的 并且这个账号代码它的格式是 你只能去输入字母还有数字 中文是不能够添加的 所有的修改完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右上角发布了 改频道名称是不是比想象中容易很多呢 如果想了解更多让频道流量成长更快的小技巧 你可以看到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象中的影片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对我们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能够有很多个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